台北市有位勇敢的妈妈 因为儿子欠下赌债被掳走 她居然自己是带着130万元的假钞和绑匪来面交 最后成功救人 但事实上短短两天之内 她是跑遍了双北市 一共有三个警局来求助 却都没人受理报案 直到交付赎金前一刻 这北投分局才结获了英零报案 直到抵达现场 那么虽然呢 板桥的沙伦所有提供她假钞片逮徒的妙招 但是一样没受理这起鲁仑案 还而是要着妈妈呢 去辖区来报案 节省时间因此也被质疑办案有瑕疵 白衣女子和友人在人行道上 左右张望神情慌张 因为妈妈接到绑匪电话 到指定地点交付赎金 他们一直往路口走 消失在监视器尽头 随后竟然也被强压上车 交付赎金的地点在北投 但其实妈妈一大早的时候 来到板桥的派出所进行求救 但她钱不够 警方还热心提供了一大把的道具纸钞 而其中呢在前面加上钞钞 以假乱钞 中央银行写民国银行 还印有神明图案 这些拜拜用的名纸 成功把被害人救出来 但她连两天跑了四个警局 才终于有人受礼报案 8号晚间妈妈就进到树林派出所 表示儿子失踪 警局发布紧急协讯 定位到手机位置在士林 于是隔天凌晨4点多 辗转到文林派出所 调阅监视器找人 而是定位在北投 7点多接获绑匪勒索电话 再到板桥沙伦派出所求救 但远警建议直接到北投报案 比较省时 而她就此心切到了 交付赎金现场 才拨打110 等到警方到场时 妈妈已经被掳走 也让人质疑 若是前面警局受礼报案 转到辖区处理 早点了解事情严重性 妈妈就不会身处危险 我们当下会觉得有点求助无门的感觉 心里很急 只想找到小孩 可是到这里之后 哇不行 然后请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地方哇也不行 就变成我们跑来跑去 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下共同的商处 并且积极急供业妈妈 相关的一个建议 本案处理的过程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我本分局将只有杜杀单位查处 班桥分局表示 转介窗口还需要花一到两个小时时间 且交付赎金时间在即 才会建议到辖区报案 以免耽误绝不是踢皮球 就传讲成就会台北 请被采访报导